散銷失衡的問題 我們來聽她的罪行說法 有物機制 讓我們的農民在生產過剩 產銷失衡的時候 有政府的補貼相聽 不必再獨自面對 血本無歸的困境 我們從來沒有停止 為農民朋友生計著想過 正因為民進黨來自這塊土地 如同母親看待自己的子女那樣 看待辛勤耕作的每一個農民 我們不希望他們受到任何傷害 老農金貼的1000元 提高的補貼 也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清楚 產銷失衡的問題 才是這一陣子水果價格風波的關鍵所在 而水市確實也存在一台金兩元的情況 加益縣水市嚴重滯銷 也是實施 馬政府絕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但是為了不讓問題模糊焦點 讓我們的對手有炒作的空間 對於文宣相片的物質 我願意道歉 也要求競選團隊未來必須要更加謹慎 然而站在一個母親的立場 連日來對手在選舉動機下誇大炒作 即使沒有對農產品的價格造成立即性的影響 但是如果持續下去 會讓外界模糊的焦點 而且會讓政府應該扮演的角色也不清楚 反而對農民造成的傷害 馬政府持續而扭曲的政治操作 已經傷及無辜的農民 我們將持續關注農產品的產消問題 為農民的權益把關 我也請民進黨執政縣市首長 在中央為挹注資源的情況下 仍然要盡最大的努力 來支持農民 支持水果的價格 最後 我也要向所有的農民朋友保證 明年 我當總統 我不會再發聲 中央政府把照顧農民的責任 推卸給地方的情況 新的政府 團隊將會扛起所有的責任 以母親的心情 照顧子女 為農民的權益和幸福 盡心盡力 這就是我的立場 至於 馬政府未來會不會放著產消問題不解決 繼續操縱這些議題 我相信 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們只能呼籲 他們多為農民長久的生計著想 不要只有一時的選舉考量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